谢谢发言人,湖北广电记者提问,我们注意到,由波音、高盛、星巴克和... 王毅外长表示,中国和乌克兰是互为友好国家,双方交往历程中沉淀下来的都是友谊与合作。 两国十几年前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,彼此相互尊重,平等相待,互利合作持续推进。 两国元首强调,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,把中乌关系和双边合作向前推进。 我们应当以此为遵循,保持沟通交流,增进彼此互信,更续传统友谊,促进人民友好,推动中乌关系,健康稳定发展。 乌克兰是首批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, 近年来,中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农产品最大出口国。 今年上半年,双边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,展现了两国合作的空间和潜力。 双方应当发挥两国合作机制的作用,加强各领域的务事合作。 中方将继续扩大自乌克兰粮食进口,共同维护物流通道畅通和国际粮食安全。 王毅指出,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三个念头,冲突还在持续,并存在升级外溢的方式。 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,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,为此提供了重要遵循。 在此基础上,中国还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六点共识,涵盖了冲突规范三原则, 和谈方案三要素,人道保护三关切,以及防止核风险,保障产功率稳定等重要内容, 凝聚了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,得到广泛的响应支持。 中方认为所有冲突的解决,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前,一切争端的化解总要通过政治途径实现。 近期,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,虽然条件时机还不成熟, 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,愿意继续为停火止战,恢复和谈,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中方关注乌方的人道主义局势,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。 释放进步全面生化改革的重要信号,美国工商界对继续深耕中国。